最近在东区的巷弄开了一家杂志图书馆 老板非常有理想 他收藏了两万本外文杂志 而且其中有很多都已经绝版了 一进门 先脱鞋 走进这个隐身在东区地下室的店面 映入眼帘的市架上的杂志 这里是杂志图书馆 这边主要是新的 然后这边就是馆藏的 对 然后就是我五年前开始决定 做杂志图书馆的时候开始买书 累积的书库这样子 他是这间杂志图书馆的创办人 Spenser 周延川 筹备将近五年 这期间买进两万册外文杂志 Spenser对于纸本刊物的热爱 可以从入口处的正殿之宝 两本西元1812年的圣经开始说起 对 就是我对纸本的信仰就像 人家对宗教的信仰 还是有很多纸的东西 都可以保留很久 然后你说现在的digital 数位也还没有两百年 所以我还是相信资本 曾在唱片行外文杂志专卖店 以及进口杂志经销商工作 Spenser可以说是杂志达人 虽然外文能力有限 但是阅读杂志带来的视觉震撼 让他从此爱上 也乐于与人分享 像是介绍马术的 或是已经绝版的澳洲设计杂志 就是空间的设计杂志 它已经停刊了 那我很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 它在那个纸的印刷设计上面 会比较特别 对对会有幅图 然后打印打洞这样子 外国的杂志比较会玩这些花样 就是玩设计很印刷 杂志图书馆未来还要以主题分类 开始分管 分享更多精彩的外文杂志